分析香港安慎投联险 为何一夜暴跌了95% 而且手上已经持有香港保单的民众 要如何分辨保单的风险 等我算新闻继续请到 互惠财富集团有资深理财专家 深入解说 回顾香港安慎投联险 一夜出现4亿港币损失 姑且不论公司经营部分 问题是管理不善 引运不当还是欺诈行为 美国资深理财专家认为 最让亚洲投资客忧心的 反而是一般人看不懂 香港保单背后的隐藏风险 比如说有个客人 他要买一个700万的保险 这个客人自己自有资金 只要放70万 另外就是630万 全部是银行借的 我们英文叫Premium Financing 保单借款 这在香港非常流行 比如说你在美国做保单借款 其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不是很多银行在做这个业务 可是香港每家银行都做 而且特别方便 就是你保单申请完了以后 你押给他 他马上就借给你 借到90%到95% OK 关键你看他里面有几个 美国根本做不到 他可以用中国的房产 中国的存款做抵押 这个美国就不可能 所以他比较灵活 对吧 不只为亚洲保单投资人 一次说清楚 香港保单背后的投资模式 且最让人忧心的是 整个投资规划 属于一般保单客户 都看不懂的高杠杆投资 好 第二呢 他的利息特别低 他的借款利息只有两点多 你了解我的意思 美国不可能的 美国你保单借款 至少要5跟6 那客人当然就会考虑 因为我要赚到5跟6 我才能打拼我的利息 对不对 可是你在香港 比如说你 现在香港很多投联闲的保单 他的投资标的就是 50%公债 50%股票 那长期的回报 可能有5.5%到6 那他借出去的话 才两点多 他还其实是赚钱的 所以这种保单 有没有吸引力 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客人就说 我是做生意的 我这些钱我都要投资 我要做生意要去乱 我的生意回报 可能比放在保险高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 买个700万的 要自己全部付钱 还是我700万 我只要付10% 其他银行借给我 且比较美中两国保单 香港保单还高度受到汇率影响 因此只要投资可能亏损 保险公司就必须转嫁费用 一来一往造成管理费大幅增加 就这个风险是 你一旦破就很麻烦 OK 里面有几个风险 第一个 港币要跟美金就是挂钩 利率挂钩 那这个挂钩呢 现在可能暂时没问题 可是如果说有一天不挂钩的话 港币会贬得很厉害 OK 好 第二就是套汇 现在美国的利息再往下走 就是不一定会往上升了 OK 所以他这个套汇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就是我昨天就突然看到 因为我前几天在研究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是2.125的 就是贷款利率嘛 昨天就邮邦就突然发信息出来了 现在已经改成2.625了 因为就是美国这边可能在降了 他的套汇利率就比较低 所以他要跟客人收多 且互惠财富集团 透过在美成立超过30年的丰富经验 更为中国客户争取到低风险 甚至保本保底的美国保单 所以客人他的成长是靠股票跟基金的 还有公债对吧 那你如果股票的成长没有那么高了 上不去了 那你可能5.6就赚不到 好 但是你这边套汇的利率又升到2.6 又往上涨 他中间的利差就越来越小 那客人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跟保管公司 其实都不承担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费用都是客人承担的 互惠财富集团总部设在南加州 圣玛丽诺 尔湾与东区 不只具备全球金融中心优势 且拥有众多高端人才 能协助华人评估香港与美国保单 观众想了解更多 请上互惠财富集团官网 东西文理重要用事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